《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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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兄弟们 大家早上好 我们感谢上帝再次的信我们的心来到祂的面前 今天我们要谈关于这个恢复圣明的福士 其实我们知道上帝拯救了我们之后 祂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要人 祂所拯救的这些人可以侍奉祂 那么我们说我们要侍奉神的话 那么侍奉神最终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那么就是荣耀神 对吗?我们侍奉神是愿神得荣耀 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的 那既然这位神祂是活的 那么祂就看重 祂会看重我们是以怎样的方式 甚至我们以怎样的一个态度来去服事祂 那么在圣经中也必定有很多的帮助我们如何去服事的 这些的原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每当我们服事的时候 上帝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查看我们的内心 因此我们对于服事 对于侍奉 我们也知道圣经给我们有一些的要求 那么我们今天会进入这个以色拉记的第八章 我们会从这个以色拉他的服事 我们来看到一些的原则 究竟圣经中如何的教导我们 那么当然我们还是一如往常会简单的很简单的回顾 那么在前面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时候 那神兴起谁就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 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 那么来到的第七章就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 以色拉带领第二批的渔民 重新回归来重修年久世修的圣殿 那也重建这个圣民的圣殿 所以以色拉第二次的回归 他有这个的目的在当中 后面可以帮我调一下 可能有点七号 他在第七号 可能稍微小声一点 可以再测试 好 谢谢 那么在第八章的时候 就开始记录了一个的回归 第二批回归者的名单 如果你们有圣经打开 你们看到有一系列的名字 这些名字可能你们会挑过 那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的名字 第二批回归的人 可能只有好几千的人 那么相比第一批回归的人 如果我们还记得 那上次我们有说过 第一批回归的人 大概是差不多四万多人 那么第二批回归的人 也只有几千人 所以那个数目是相差很大的 但是虽然数目相差很大 可是这个回归 这一次的回归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怎么样 因为这些第二批的人 要和这个的以色拉 回去哪里 回去耶路撒冷 回去第一批回归的人当中 那包括我们上次讲到 第一批人很多人已经死了 剩下的是他们的后代 他们第二批要回去做什么 要怎么说是重建圣民嘛 所以他们回去一个目的 就是要使圣民重新回复起来 那么现在这批人 你说这批人要去帮助另外一批人的话 那么这批人的生命 就首先很重要了 就是自己要先被恢复 它才能够去影响 这个的曾经第一批回归的人 包括那个第一批回归的人 他们的第二代 甚至是第三代 那么但我们从圣经 我们看到了 在以色拉观察回归的人当中 他查看这些的百姓和祭司 他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在第十五节 我们可以看到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第十五节这里说 我召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 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 我查看百姓和祭司 见没有立位人在那里 见没有立位人在那里 那个其实这是一个的问题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立位人他的工作是在圣殿里面要服侍的 那么除了在服侍圣殿我们说 其实他也是要服侍这个的祭司 那么我们知道 以色拉是从这个的祭司和百姓中找立位人 虽然祭司也是有立位学统 但是祭司的职份 他是直接的侍奉神的 而立位人呢 他的职份更主要是服侍祭司 让祭司能够好好直接的服侍上帝 那么所以就算有祭司 但是没有立位人 没有立位人的话 行吗 还是不行的 那虽然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在这里 圣经没有明确说 立位人 没有立位人 没有说到立位人 为什么不想回归 那我们可能可以想 立位人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 为什么一个立位人都没有 不可能的嘛 对吗 但是圣经虽然没有这样说 可是我们从整个的历史的角度 和社会的角度来了解 我们知道 我们只能够去揣摩去猜测 其实我们知道 祭司在圣殿里面 他的服侍是有一个的地位的 我们说有一个的地位的 而普遍的老百姓 在社会里面 他们也是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的 比如说他们可以做工 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家业 可以养牛 可以种东西 可以买卖 但是我们说到立位人就不一样了 立位人这个职份有一点的特别 他们在社会中没有一个明确的地位 因为圣经说 他们不能够怎么样 不能够自己有产业 基本上就是他们也不能够做买卖 他们只要靠百姓的供应 那么立位人在社会上好像没有一个定位 不能够做买卖 没有产业 那么立位人在圣殿里面 他又不是那个直接服侍神的人 虽然他在圣殿里侍奉 但是他好像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在圣经我们知道立位人他有什么工作 他除了负责服侍祭司以外 那些的圣物他们都要帮忙捷径 管理圣殿的需要 管理这个的圣物 管理这个的祭物 然后也要管理那些要献祭的时候 他们用的一些的工具 刀叉那些 然后要确保每次都要确保献祭的之后 那些的工具要排回去 而且他们每天早上晚上都要站立赞美神 在一些特定的节期 他们要按照这些要求 预备一些的祭物 他们又要看门 他们又要等候祭司给他们一些 突然间一些的任务要做 所以你看立位人 他在社会地位上 他不能够有家产 不能够自己买卖 他在圣殿里面 他就好像还是一个做杂工的人 那我们只能够这样子来猜测 当立位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 他们在那里怎么样 不需要做这些杂工 各位 他们在那里生活久了 他们甚至可以在那里买卖 有自己的家业 自己的产业 所以他们可以有自己的 属于自己的产业了 那么被掳在巴比伦的这些立位人 他们日子久了 他们的第二代等等 他们就开始从事这个世俗的工作了 那我们知道 立位人是神特别分出来的这个群体 他的工作就是要服侍上帝 而他们的供养是来自于这全以色列人 献上他们的十分之一 来供养这个的立位人 那么我们也谈到说 当这些百姓灵性低潮的时候 那百姓回归了之后 他们久而久之有些灵性低潮了 甚至在第一批当中 我们也知道没有人在服侍圣殿 立位人也没有工作了 那么在这种灵性低潮的时候 那么敬拜上帝的事情就显得怎么样 就显得不是那么的重要 那么这样谁还会再供应立位人的需要呢 没有人在管立位人 后来怎么样 我们也知道 立位人就开始过他们自己 在社会上的生活 所以当以色拉要带领第二批的人 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 为什么会没有立位人在当中 因为可能立位人的后代想到 我回去 我不能够有家业了 我又不能够自己赚钱了 我又要每天过信心的生活 等待百姓的供应 那我又要在圣殿里面做很多的工作 那所以立位人在当时候 当以色拉一召聚的时候 这些立位人不在 但是来到了这个的时刻 以色拉见没有立位人 他就打发人去找立位人 不行啦 我们回归服侍 怎么可以没有立位人 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以色拉努力的去找立位人 找立位人 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 他们用了几天的时间 当然上帝也亲自的预备 也激动立位人的心 当时候他们就找到了 有40位的立位人 多吗 还是很少 但是还是有 所以他们就召聚这40位的立位人 来怎么样 成为这个的回归的群体 在当中一起回去 重修圣殿 服侍上帝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可以了 可以了 但是我们看以色拉 他并没有马上的决定 我们现在要马上的出发 没有 因为以色拉 他又看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立位人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来了 第二个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从圣经的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第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我来念给大家听 他这里说 我分派祭司长十二人 就是士利比哈萨比亚和他们的弟兄十人 将王和谋士军长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 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 我称了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有六百五十他连德 银器重一百他连德 金子一百他连德 今晚二十个重一千达利克 上等光铜的器皿两个宝贵如今 各位你有看到这个问题是什么吗 那么以色拉他意识到 他们现在要回去重修圣殿 他们带了很多的金银器皿等等的 这些的宝贵的财物 那么各位 要走这么远的路 要走四个月的路 回去耶路撒冷 这个路程而且你带着金官赏赏的器皿 危险吗 是危险的 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 我们大概很难去想象 究竟他带了多少的金银器皿回去 那如果换算成今天的话 这些所记载的 大概是今天的二十九吨的金银器皿 你知道二十九吨是什么概念吗 你有看过一吨的金吗 甚至都没有看过 可能一公斤都有点难看到了 这里是二十九吨的金银器皿 那么所以以色拉非常的担心 我带着这么多的金银器皿 我也包不住也藏不住 这么大要怎么藏 当时候也没有银行转账 不能去那边才拿钱 就是这样 他们要走四个月的路程 那么在路上我们知道 也有土匪 有抢夺的人 那么以色拉他会担心 现在我们要回去 我们是否能够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 我们会不会走到一半 我们的财务被抢空 我们两手空空回到耶路撒冷说 我要重修圣殿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他们会担心 而且这个的困难也在于什么 以色拉他必须要活出 他所见证的这位神的能力 怎么说呢 原来他曾经对王说过一段的话 在第二十二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曾经跟王说 我们神施恩的手 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 但他的能力和愤怒 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 那各位 以色拉其实 我们知道他在这个的皇宫里面 是有一个的职份的 我们知道他在皇宫里面 是一个的文士 那么其实他 王也容许他们回去 修建这个重修耶路撒冷 那么其实以色拉他可以求王 王你就给我们一些的兵 一些的军队 保护我们走这么远的路程 直到回到耶路撒冷 因为我们带着二十九吨的精银 非常的危险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到 以色拉并没有求王做这件事情 以色拉说他觉得 这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 我们的神他们有能力 那么有能力 那么伟大 那么我们还要靠人的能力吗 所以以色拉他的信心此刻很大 他跟王说 不需要 我们的神会帮助我们 一路平安的回去 那么各位 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好像是要为了上帝 硬着我们的头皮 去过所谓的信心生活 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伟大的 我们也要活出 我们所宣认的那位伟大的上帝的属性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前面有很多的危险 可是我们又要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知道非常的难 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程度的信心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如果我们看圣经 看到尼西米记的话 尼西米记第三次的回归 他也带了非常多的精英财宝 回去耶路撒冷 当那个时候 尼西米却求王 才派军队陪着他们回去 那我各位问你 尼西米他是没有信心的人吗 以色拉是信心很大的人吗 以色拉觉得 我有神的帮助就够了 可是尼西米 他也是凭着信心 求王 裁前军队陪着回去 所以其实各位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其实我们看到神 他常常在预备一个人 去服侍、侍奉的时候 上帝会给每一个人 有不同程度的信心 我们不是说 这个人的信心很大 我们就觉得很羡慕他 然后我们觉得信心很小 上帝可能没有帮助我 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 我们知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 上帝给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程度的信心 他也会按照他赐给每一个人 不同程度的信心 来帮助那个的人 所以其实 一个人的信心 无论是大的 是小的 上帝都会使用的 所以 我们不要轻看 那些信心很小的人 我们也不要高举那些 信心很大的人 因为保罗 在新约的时候 保罗教导我们说什么 我凭着神赐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神说 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所以各位 信心有大有小 无论是大还是小 都是合乎中道的 只要是上帝所给的 所以我们不当有一种的 不对的眼光 去看待这些的人 那保罗在谈这个经文的时候 其实我们 你可以回去看这个 罗马书12章 他其实整个范畴 都是在谈关于 事奉的范畴 事奉神 谈到关于人 对神的信心的大小 那有些人 在服事当中 他很有信心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认识这样的人吗 很有信心的 他做什么都赶赶来的 一路的冲 那有些人的信心很小的 他做什么事都很谨慎的 不可以啦 我们在寻求一段时间 或者是不行啦 我觉得 有些人就 做而已 你们应该是有认识这样的人 那圣经中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 信心大的不要轻看 信心小的 信心小的人 不要论断信心大的人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 那么以色拉在这里 觉得他是信心大的人 还是信心小的人 当然我们知道 他不要求王才派这个的军兵陪同 其实他是一个信心很大的人 但是各位我们有一个的迷思 我们以为信心大的人 他就是怎么样 一路冲 然后很勇敢的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其实很多信心大的人 他的心里面 也会面对一种拉锯的 那么以色拉 就是在面对这种拉锯 你看看 他的信心对神是非常大的 他相信上帝会保护他们回去 所以他没有求王派兵 信心那么的大 但是他里面又有一点点的惧怕 他又害怕 究竟这一路回去 究竟平安吗 那么平安 他要做什么事情呢 所以我们看到 有时候信心大的人 往往也是需要面对 心里的一些挑战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信心很大的人 我们不要讲 哎呀你信心这么大 上帝这么赐福你 你服侍很有能力的 不要怕 做罢了 我们就把全部的责任 丢在一个所谓信心大的人上 那其实我们不要忘记 信心大的人 他是对上帝 但是来到了现实生活中的时候 他可能在某一些层面 他仍然会面对一些的挣扎的 这些的挑战 虽然以色拉知道 王容许他回归 利未人现在也愿意加入了 哇 感觉好像是上帝的手已经开门了 开到很大了 王又让他们回去 又预备了利未人 还预备了很多的这个尼提宁人 哇 我们有钱 有金银 又有人 哇 如果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讲 上帝开路了 走罢了啦 不用犹豫了的 但是以色拉没有 他看到上帝开路了 可是他怎么样 还是要为着他所相信的 继续站站进进的 寻求神 那么 他把整个的路程的平安 继续的交托 给神保守 那各位 这里提醒我们 那我们作为一个的服侍者 那各位 当我说服侍者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自己无关紧要 因为以前 很久以前 当我听到 在台上听到讲到服侍者的时候 有时候想 我都没有服侍 我们以为所谓的服侍就是 有做什么事情 那个就是服侍 那其实不是 每一个 我们在影远的时候已经讲了 上帝拯救了人的目的 就是要人侍奉他 敬拜上帝也是一个的侍奉 那么来到神的面前听他的道 也是一个的服侍 一个的侍奉 那所以这里给的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提醒 我们作为一个服侍者 当上帝给你一份的感动 要你去服侍一项事工等等的时候 那无论你的信心多么的大 那我们首先 还是要先预备我们的心 那你不要有信心很大 就勇往直前 上帝保守开路了 还不走 你就讲那些人 信心太小了 为什么不走 我们要知道 无论你信心多么大 我们还是首先要预备我们的心 什么叫预备我们的心 就是你要预备好 准备 运用 神所赐给你的信心 那么信心大是一回事 运用信心是一回事 你有信心大 未必懂得运用 你信心很大 但是你还是不会运用 你遇到问题就退缩 很多人是这样 那就是冲啊 遇到问题 不要了 放弃了 当我们说要预备好 应用我们信心的时候 是要做什么呢 是要帮助我们 去预备我们 去面对即将面对的挑战 所以刚才我们说 不代表信心大就没有挑战 不代表上帝 不代表上帝前面 预备了这个的金银给你 预备了利为人给你 又要让王让你回去 不代表这些东西来到的时候 就是上帝让你赶赶走 有时候不是的 有时候是 但有时候不是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服事 要开始得好 要走得好 也要完成得好 所以这个一路全部都是 这个信心的功课 那么要不然 我们 如果你遇到一些难处 那你不懂得用你的信心 去仰赖神的话 那么你不懂得 从神那里得着确据的话 那么我们很容易 在我们的人生 不是说 我们不要说是服事 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人生里面 很容易就放弃了 那么 其实我成为传道的时候 也面对很多这种的情况 那很多人会觉得 哇你非常有信心啊 哇你很勇敢啊 有工作不要做 跑去读神学 跑去做传道 读神学前也有人跟我讲 你想好了吗 以后会很辛苦的咧 是啊 很多人会觉得 哇你很有信心走这个的 这个的道路 全时间献给上帝 哇你的信心一定很大 所以我不知道 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 如果你们看到我 你们会觉得 我的信心是很大的人吗 不要从外貌来看 其实很多时候 我也是很胆怯的 那么但其实我们知道 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 我们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 我们是要按着上帝 给我们的信心大小 我们的能力 可以走到哪里 我们就走到哪里 上帝会帮助我们 当上帝在旷野引导 以色列人的时候 是云柱火柱跟着他们 云柱火柱走到哪里 停他们就停在哪里 从来没有一个人说 哎呦这么快就停啊 才走一下子继续走咯 很多人做的事情 已经超越了上帝的工作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上帝引领我们到什么地步 我们就走到什么地步 所以各位 我们要知道的是 你看我刚刚说到 成为一个传道人 好像信心很大 但其实我还是跟着这个的 云柱火柱慢慢的走 走到哪里就在哪里 那有时候会胆怯 有时候走的慢 偶尔停下来 但是上帝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侍奉里面 在我们自己的信仰人生里面 我们继续靠着上帝 走这个的信心路 更重要的是 我们知道上帝给人的 信心大小是不同的 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 那么以色拉 我们回到以色拉 他也是这样的 他按照对神的这个认识 虽然他知道 他不要求王的军队同行 在路上一定会遇到麻烦的 但是我们却知道 神要凭着他所拥有的 这个的信心的大小 来去完成这件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留意 我们还是要留意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 信心很大的人 但是我们要小心 他是不是有勇无谋 因为勇气和信心大 是两回事 我们要分清楚 有些人是很有勇气的 勇气做很多事情 但是它不是来自于 那个信心的根基 所以各位 哪怕你在一些事情上 得到很大的信心 可是你还是需要 在服侍的过程里面 谨慎的寻求 这个的路程 谨慎的寻求 那么 今天我们看了 这个的以色拉记者 第八章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 可以直接应用在 我们的生命的 一个的一段的经文 我们从以色拉的 这个的服侍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我们今天 一个服侍者 跟随基督的人 的这个的原则 所以关于以色拉的 这个的工作 我们看到 它其实是非常谨慎的 从哪里可以看到 它的谨慎呢 那我们接下来看 看两点 看两点它的谨慎 在哪里 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 那第一点是 其实我们看到 它在起行之前 它有宣布要禁食 有宣告要禁食 那么各位 当以色拉宣告 宣布禁食的时候 它是怎么样 它是求神 它禁食 它求神 保守他们 一路可以 虽然没有军队的护送 却可以平安的 回到耶路撒冷 圣经告诉我们 它是祈求得 这个平坦的道路 那所以有信心的人 不是一路冲 以色拉不是说 我已经ready好了 冲啊 冲罢了 不是 它有很大的信心 却谦卑在上帝面前 继续的寻求 这是我们每个人 都要学习的 有时候你信心很大的时候 你要小心 你要顾虑到 那些信心比较软弱的人 因为以色拉 我们在经文中 我们看到 他说什么 他说 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 宣告禁食 为了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几心 求他怎么样 使我们和妇人 孩子 并一切所有的 都得平坦的道路 你看 以色拉特别提名 为哪些群体祷告 妇人和孩子 所以以色拉他知道 我现在有信心 我要走这条道路 我有这个责任在 但是呢 我不是一路冲 我要顾及到 我知道我们当中 也有妇女孩子 他们是比较软弱的 他们很需要保护 他们可能在路上 如果遇到强匪 他们会害怕 会惊慌 会乱 等等 所以 以色拉特别为他们祷告 求神 因为他们 赐下一个平坦的道路 那么他特别提到 这个软弱的群体 所以我们看到 以色拉 他不是那个 有勇无谋的人 他有非常大的信心 却愿意寻求上帝 而 当以色拉宣布禁食的时候 那么对于百姓来说 是一个怎样的事情 那各位 如果今天我们 为这一件事情 我说我们 我们就禁食 三天 祈求这件事情 你们会有什么感受 这件事一定很严肃 不然 不会 无端端 要禁食 这么严重的事 所以当以色拉宣布禁食的时候 他也预备 整个第二批要回归的人的心 预备什么 让他们知道 现在有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我们要回去 不是玩玩的 我们回去 是危险的 我们回去 是要面对挑战的 我们回去 我们 不知道未来的道路如何 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 我们严肃的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来禁食 那么因为 我们知道人的心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们看到万事俱备的时候 我们就怎么样 就会得意忘形 那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这个的经历 当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觉得 对哦 这个东西预备好了 这个也有了 对 实际很对 全部都预备好了 开始 开始就怎么样 一头摘下去 然后久了 就得意忘形了 其实人很容易是这样子的 特别是我们说 我们在信心的路上 可能有些人在服侍的道路上 哇 开始 哇 走得越来越好 他所去讲道的地方 都有很多个人来 哇 越来越出名的时候 很多的人 如果他是骄傲的人 各位 他就得意忘形了 他开始讲话的时候 不经大脑了 开始讲了很多东西 哇 他做东西的时候 他觉得他走路有风了 开始怎么样 乱乱来 所以他的得意忘形很常 就怎么样 带给身边的人 很多的忧愁 很多的烦恼 那我们身边 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人 那可能在做件事的时候 什么都不用怕的 做罢了啦 不用想这样多 做罢了啦 做的时候 可以啦 可以啦 不用担心 那得意忘形的时候 很常 身边的人就 因为他 带来了一些的忧愁 那严重的话 会乐及身边 所以各位 以撒宣布禁食的时候 他给百姓一个严肃的心 现在我们要严肃的 来看待这件的事情 那他作为一个的领袖 他的眼光 他的做事情的态度 是非常谨慎的 他以禁食 这种严肃的方式 来让人 预备 人的信心 这也是作为 每一个正在服侍者 或者我们未来也是一个服侍者的人 我们要知道 我们可以学习 以色拉 这样子的一个心 所以我们每一步都走得谨慎 那么第二 还有从一个方面可以看到 以色拉他的谨慎 是哪里 就是他好好地管理他的财物 那各位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 我在神学院就常遇到这样子的人 你可以看到 信心很大的 讲话很大声 所谓的信心大 讲话大声 但是 你可能跟他 因为我们神学院是 可能两个人三个人一间房的嘛 你回到房间 你看到他的生活的时候 好像乱七八糟这样 你在人的面前讲 为上帝做这个事 为上帝做那个事 可是你吃了包装乱丢这样 也不打扫等等 很多的问题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很多所谓信心大的人 他很想为神做大事 可是 你看他在管理自己的 管理一些上帝所给他的东西 无论是时间 无论是东西等 的时候 很常有些人是乱七八糟 那么 这种其实很容易 给魔鬼留一个的破口 因为这个是关于一个本分的问题 各位 神他将一个的职份赐给人 那这个的职份当中 不是要彰显你有多厉害 那比如说 我说很实际的 上帝今天将传道的职份给我 意思是什么 因为流传道很厉害 他讲道很强 所以我拣选他 不是的 不是这样 我只是开玩笑 OK 我要跟你们说 不是这样子的 我说的是 当神 把一个职份赐给人的时候 他不是要彰显那个人多么的厉害 那各位 而是要怎么样 而是要看你是否 有怎么样 按照你所得到的职份 好好来侍奉我 所以一个软弱的人 他也是可以服侍的 那各位 我也看过 在生活上 非常 非常 比较 比较软弱的人 多愁伤感的人 可能他比较安静 内向的人 可是他讲道的时候 哇 深深被他讲的到时候感动 那所以各位 所以上帝赐一个职份给你 不是因为你多厉害做这个做那个 不是啊 各位 上帝赐给你 是要看你 你有没有好好守着你的职份 现在我有一个给你这个责任 你是否好好来服侍 当以色他受托管理这29吨的经营器皿的时候 他首先做了什么事情 他怎么好好管理财物 圣经告诉我们 他首先把这些的财物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因为当一个人 没有把任何要给神的事物 先做一个分别的 确认的这个行动的时候 人很常就开始会有不忠的想法 很容易在圣洁的事物上犯罪 但如果以色拉他说 哎呀我现在拿这么多金银 就这样带回去咯 求生保守 这样带回去 以色拉没有这样做 如果从圣经来看 你们还记得他怎么样 他受托管理这么多的金银的时候 他是每一件记录下来 这个金碗多重 这个银碗多重 这个银碗多重 这个多重 多少刻写的精英楚楚 然后总结有多少的金的重量 他记录下来做什么 他要拿去卖吗 不是 他要确保 29吨的金银器皿 从这个波斯帝国出发的时候 一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放在圣殿的时候 那个重量是一致的 100% 一克都不能少 那各位 可能我们会觉得 哎呀 我们现在有29吨的金要管理 在路上钓一个耳环 金耳环不要紧的啦 才两克 没有 不是这样子的 以色拉不是这样子想的 我连一个金耳环 虽然才两克 对他都是非常的宝贵 他好好的管理每一个的财物 神所赐给他的 那么刚刚我说 如果一个人先没有把这些东西分别为圣 是说这些是属神的 我们先确认 如果没有说这些是属神的 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有不忠的想法 那当以前在聚业的时候 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 在一些情况下 上帝都会吩咐 当你们灭了敌军之后 你们要把一些的特定的东西 我所吩咐的东西烧掉 或者说把一些东西要拿来献给神 那么什么东西是可以拿的 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拿的 在打仗之前 神常常会明确的去吩咐 一些人 你们去攻打赢了之后 有些东西不能拿 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会拿 会触碰这个的命令 以至于整体的百姓 全部被连累 所以各位以色列知道 上帝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我一刻都不能拿 首先他先分别为神 他说这是上帝的东西 这是上帝的 所以我拿就是偷上帝的东西 那么所以我们看见 以色列分别为神 是为了不让也不让人受试探 因为我们知道 以色列不是自己管这财物的 他是把财物怎么样 称好了之后交给 祭司和一些的领袖去管理这些财物 所以他写好写清楚了 不让人有被试探跌倒的机会 告诉他们 这么多 这么多的 这么重 要确保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是一刻都不能少的 所以当说 这是属神的东西 你不能够对这些东西有任何的 贪心的想法 所以各位 这个如何在我们自己的思考里面 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清楚知道 在我们生命中 有什么东西是要分别为神的 比如说 你特定的时间 比如说你已经遇了 可能拜六十点半是要来崇拜的 你就不可能说 拜六十点半还约人去喝咖啡 不可以这样子 你知道这是上帝的时间 如果你没有很确认说 这是上帝的时间的话 你就怎么样 很容易不忠 不用紧了 一次不去 但是你以为这是对人 你可能说 我过后再跟随随随随 讲一声 不要紧 如果它不是很重要 到你真的要十点半去的 比如喝咖啡的话 那么 如果你用这个时间去喝咖啡的话 那么你要知道 你是用了上帝的时间 那么各位 除了时间还有什么 可能你预备好的金钱 那我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在 每次来敬拜前 有先预备好一些的钱 你是说 等一下我要奉献的钱 还是当奉献带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才 以前我是这样 后来调整一下心态 我知道 来到上帝面前 在旧月中 当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他们是预备的 先预备好 带着牛羊去的 不是到那边才找牛找羊的 各位 那个牛跟羊要保护好 不可以有残疾的 所以他们要预备好 可能养一只羊 用了几年的时间 还要好好保护它 到它可以被献上为止的那一刻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 可能来要 我们可以每次来教会先预备 你要奉献的钱 预备好 然后你跟自己说 确认 主啊这是你的钱 我不可以走在路上 我突然间肚子饿 我就拿我本来预备的那个钱 去买Ramley Burger吃 还有你就用了上帝的钱 所以这个分别为圣 给我们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那么除了时间 除了金钱 还有一些是我们很常忽略的 就是你的心思 还有你的专心 我们怎么样 以前来到教会 我都是 我不是要控告人 我知道我们都在学习 以前我来到教会 我找人讲话 讲东讲西讲讲讲讲 哎哟 前面已经在开始了 我还在讲话 快点跑来坐一下坐住 因为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 没有说 没有想 分别为圣 我来到教会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聊天 家庭学妹问候 那个不是不可以 我没有讲到 完全要做一个孤僻的人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我们可以聊 但是你不要聊到很爽 聊天聊地 聊到外国去 然后 前面已经在开始了 你才匆匆忙忙 从那边跑来坐一坐 这个就没有 好好预备我们的心 所以各位 我们说 在心思上的预备 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来到崇拜的时候 我们知道 比如说10点半崇拜 我规定自己 10点15分 或者10点20分 我一定要坐在位置上 或者是我可以开始 不聊这么多 我可以安静 喝一点水 预备我的心 等一下来崇拜 告诉自己 现在这个分别为圣的时间 是上帝的 所以各位 从这个颜色我们知道 如果一个人 他没有把他任何的 无论是可以看见的 经营等等 或者是看不见的 这所谓的时间 思想 先分别为圣给神的时候 我们很常就会不肿了 我们就会用 用 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为什么不可以用 随心所谓的用 所以各位 先分别为圣 你知道是上帝的 你用的时候 你要问过他 你知道 不可以乱用 这是我们 从伊斯拉身上 学到的 这个谨慎的功课里面 各位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除了要清楚知道 什么是要分别为圣的 这个事情以外 我们还要谨慎 你所要做的东西 这当中包括 你如何尽可能的 我们知道 当然人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可是 我们知道上帝 给我们一个的职分 或一个责任的时候 我们是尽可能的 确保 我们的服事 是可以顺利的开始 顺利的进行 顺利的完成 所以你要谨慎 现在我要服事上帝 比如说我要 做这个工作 我要成为领唱的 我要确保 我如何的谨慎 以至于我领唱的时候 我开始的好 进行的好 结束的好 那我不要领唱到一半 我电话突然间没有关 声音 想 我一直在这边想 你这边唱歌 这边一边想 所以我们的态度要调整 那你要确保你的服事 不给魔鬼留下一些的破口攻击 也不让人跌入试探 那比如说 今天你知道 教会中有一个姐妹 她在她的生活上 遇到一些的问题 那你是一个的弟兄 你很怜悯她 我就单独的信息她 姐妹 刚好她也单身 姐妹 我们出来 喝Starbucks 跟你聊聊 跟你查经 哇 讲到很神圣这样啊 然后 其实 很容易 会有一个试探就来了 各位 你要知道 我现在是服事神 但是你在服事的当然 不是说你什么都可以做 而是说你服事的当然 你是要谨慎 你要怎么做 当然 你要找那个姐妹可以 你可能 带多一个人去咯 带多另外一个姐妹 或者你认识的 等等去 三个人也比较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谨慎的态度 我们如何去 或者是 这个曾经也发生过 不是在这个教会 在其他教会 就是我知道的 就是 就某一位的人 他看到教会的一些东西坏掉了 他可能就怎么样 就先拿去修 因为教会的东西坏 修理是用教会的钱嘛 我们知道 不是用私人钱 那么他 他就先拿去修 修然后跟教会Claim 我这个东西坏了 然后 管理钱财的人就死 蛤 这不是小数目 你突然间就跟我讲 你拿教会的钱去 做这个东西 所以各位 这个也是 要小心的 不是说 你是教会的某一个领袖 你就可以随意的用 教会的一些钱去 我为教会好吗 我就拿来修了 然后修了几千块 突然间这样子就 给教会的人吓到一跳 突然间 户口就少了几千块 所以各位 你要谨慎 也以免自己落入试探 也以免有这种事情发生 不要说 我有愿意的心服事就够了 其实是不够了 因为神查看我们的心 你有愿意的心 神也要你谨慎的行事 那么第三方面呢 我们在服事的时候 除了有这两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懂得把你所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交给神 那么以色拉他知道 这路途上会有强盗 因为这路途不是一个安全的路 不是海外 是一个旷野道路来的 是有强盗 肯定有很多他没有办法想象得到 甚至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所以他做什么事 他就求告上帝 求告上帝 这也应当提醒我们 我们必须学会把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问题 交给我们的神 要留一些的空间给上帝做工 那么一个完整的计划 注意听啊 一个完美完整的计划 不是面面俱到 而是容许神 在那些我们所无人的事情上 实行他的主权 那我曾经是一个 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 很喜欢计划周详的人 以前更是 我会常常写一个时间表 我假如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要预备要多久等等等等等等 我记录到满了 没有一个差错的可能性会有的 我把我时间表弄到满 可以吗?当然可以啦 你觉得面面俱到 但是各位我问你 如果上帝要做工的时候 我们打一个比方 上帝要做工的时候 看 你都排到满了 你还在求我帮你帮什么 你自己做就好了咯 当然上帝不会这样对我们 我只是用一个 比较人性化的方法来讲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一个完美的计划 不是面面俱到 不是说我现在全部 我计划一个完整的plan 不可能有差错的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我们计划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事情发生 怎么办呢? 这个空白的时间我交给上帝 主啊我还会遇到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 虽然这个问题来了 会打乱我的计划 我会心烦意乱 但是我怎么样? 我让你实行你的主权 在这件事情上 你让我警定你自己 所以这是我们学习把 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 交给神 像以色拉一样 还有最后一点 更重要的就是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服事的目标 是要荣耀神 在这一点上 我们知道 如果不是神的引导 不是神的容许 不是神的干涉的话 我们是无法用自己的能力 去荣耀神的 我们要认定一件事就是 刚刚我们说到的 就是神赐给我们个人 有不同的信心大小 去经历神百般的作为 所以你不要说一个人 你信心很小 你要怎样荣耀神 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呢? 你这么胆怯 怎么荣耀神呢? 你要勇敢为主做大事 是神的荣耀 这个听起来很属灵一下 可是各位 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无论你信心大 无论你信心小 都是神所赐的 那你何必要去论断这个信心小的人 所以各位 我们知道我们服事的最终目的 是要荣耀神 使神得着荣耀 如果你信心小 当你愿意踏出那一步 那么上帝也得着荣耀的 各位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当以色拉带领百姓回归的时候 他们从巴比伦出来 一直到这个亚哈瓦 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看 到这个亚哈瓦的路程 其实圣经都没有记载他们有什么问题的 他们很快就到了 而且在这当中 一路有上帝的恩典 有上帝的帮助 比如他赐给他们金银 供应他们利为人 然后将他们所需的给他们 但是呢 我们看 当他们从亚哈瓦 开始起行往耶路撒冷的时候 开始遇到了很多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他们开始要经历漫长的道路 而在第31节的时候 第8章31节的时候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圣经说什么 正月12日 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 要往耶路撒冷去 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 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 之人的手 各位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你有发现到什么事情吗? 其实以色列已经有点暗示了 他说 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 救我们 脱离仇敌 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 所以各位 他们真的遇到了仇敌 真的遇到了埋伏的人 所以各位 跟随上帝的路 不是说我一路都顺利的 你看看以色列会 需要做如此伟大的工作 但是他在路上 还是遇到了仇敌 还是遇到了 有人要埋伏 抢夺他们的人 但是很重要一点 是他说 我们的神的手保佑我们 已经成功的 救我们脱离了这一切 所以各位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呢? 因为以色列在起行前 他就先预备好 使人先有谨慎 灵敏的心 所以当那些人回去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小心看 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发生 而不是 上帝保护我们 摇摇摆摆的走 突然就有人突击 就完蛋了 所以各位 这里 这一段经文 其实也好像是 其实不止这一段 在整个的第八章 如果你再仔细回去看 你会看到 这就是好像我们的心路历程一样 当他们从巴比伦起行到 雅哈瓦的时候 一路是顺利的 好像我们刚刚信耶稣的 信主的时候 我们感觉我们的人生是很顺利的 我们好像求什么 上帝都给我们什么的 我们服侍什么都很顺利的 不会遇到问题的 当我曾经在出信的时候 真的是我每天 要去教会的时候 看到下雨的主 不要下雨 就停了 停到我到教会的时候 他就下雨了 真的就常常经历 后来一段时间 我们还是没有了 好像没有这种事发生了 那所以各位 当他们从贝鲁之地去到雅哈瓦的时候 这一路上 上帝一直供应 一直供应 他们从雅哈瓦开始起行 要往最后一段的路 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这段路很漫长 他们开始遇到问题了 可是 无论如何 上帝保守保护他们 上帝也保守我们 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今天 你在你的信仰人生里面 你遇到了埋伏的人的时候 你遇到了仇敌 你说上帝你不爱我 上帝你不保护我 上帝你不信实 上帝你不公义 不是的 上帝要借着苦难 让你经历他 你没有经历苦难 你怎么经历到神的保护呢 所以上帝也让你经历他 神始终保护着我们 那么这里是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要知道 神将我们人生不同阶段 有时候他给我们 刚刚我是说到 神将不同大小信息给不同的人 现在回到我们自己个人来讲 他也让我们在这个人生阶段里面 可能你几岁到几岁 刚信主多少年的时候 你信心是大的 有时候是小了 有时候是没有的 有时候又回来 有时候又小 有时候又没有 那这是我们信仰的人生 那让我们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 这个的信心去度过 那么最终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我们能够走多远 不是我们究竟可以坚持多久 也不是我们究竟要累积或者数算 我们在这个路程中得到多少成长 不是的 而是这些磨练 这些要帮助我们知道的是 神要使用我们 祂要透过我们的服事 查看我们的心 是一个怎样的人 那么也无论我们在信仰 或者在服事的路程上 面对怎样的挑战 那么神一直都是 以祂的恩典来拖着我们 当我们回看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最终是将荣耀给给我们的神 那么以色拉记记录了当时候 百姓奇妙的这个的经历 虽然百姓当时也许并不知道 神怎样帮助和供应他们 一直走到今天 就好像我们一样 我们很常也不知道 上帝你究竟如何帮助我们走到今天 但是当我们看回这个恩典之路的时候 当犹大人看回以色拉记这本回忆录的时候 他们就看见了一个的事实 原来神的手不断的在护理这一切 所以我们应该晓得的是 一切一切的最终只有一个的目的 那我想就是 神在恢复祂的圣明的这件事情上 首先要让我们看到的是 祂是那位荣耀的神 因为祂荣耀的神 祂要荣耀自己 所以祂才保守我们 让我们在路程中 经历许许多多 最终我们还是归荣耀给祂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 拯救我们 我们知道 祂就是我们 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是要我们服侍祢 而在服侍祢的目的 最终要达到的是使祢的明智得到荣耀 主要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人生里面 有许多未知的道路 我们在服侍的路上 也经历一些的困难 甚至我们很常 因为不知道如何 要有怎样的心态的时候 我们也常常得罪祢 但是今天我们听了这个的信息 求祢帮助我们调整眼光 把主祢的话放在心里面 原来我们服侍者 都要有谨慎的心态 无论我们信心是否大 是否小 而我们谨慎的心态 在每个人所做的工作里 所彰显的也都不一样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透过我们所做的 全然的归荣耀给祢 主帮助我们 我们的信仰路程 还是漫长的 还是要经历磨炼苦难的 无论如何 主啊 继续地赐我们信心 让我们走在祢的道上 让我们继续地跟随 这个的云柱 跟随火柱来行走 这是祢所赐我们的 让我们继续地跟随祢 我们谢谢祢 听我们在祢面前的祷告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Amen